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情致谢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涂雷 欢迎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参与节目评论 报名参加节目 请扫描屏幕右和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谢谢你来的官方抖音号和快手号 来我们认识一下三位老朋友 他们分别是心理专家 白燕怡 媒体评论人 石树思 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 好 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梦想与我而言曾经很遥远 如今它就在我的身边 从昌都到重庆1400公里 在异乡扎根 我用了16年 经营一家葬餐厅 挫折困苦 曾经消磨掉了我的自负 在成长的路上 在成长的路上 剧痛难挨 还好 弟弟永远站在我的身边 给了我支持和力量 谢谢你弟弟 像哥哥一样的保护我 掌声有请今天的被制线人 弟弟拉巴华尔丹 华尔老师好 三位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扎西特勒 请坐 你多大了 我今年28 28 这是你姐姐是吧 对对对 你们家就你两个 对 两次妹 你做了什么要让她感谢你 我揣测 可能是因为之前我们开了一个藏餐厅 然后之前团建的时候 然后有一个难得一个服务员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性格上 可能喜欢熏酒 然后酒品不太好 然后果不起然在团建的时候 出事了 他把一个女孩子的头 用酒瓶子砸了 然后这个事 反正是我处理的嘛 一路跟着这个女孩子 就是安抚她情绪 然后陪她去医院 垫付药费 然后再和这个男同事事件去沟通 到姐姑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事吧 因为我姐一直觉得 应该多听听我的话 你比她小多少了 六岁 就以一个人的成熟度来说 你们俩谁更稳重一点 我觉得现阶段 可能我稳重一点 现阶段 行 那我们来看看 掌声有请智谢人姐姐 启麦拉姆 吴老师好 曾伟老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坐吧 你这身是藏族的什么节日可以穿的衣服 我穿的是 因为我爸爸 我们爸爸是甘孜丹巴县 丹巴是家戎藏族 它是有藏族的分支 然后妈妈是甘孜如霍 所以弟弟穿的那个是康巴藏族的分支 它这有点像袍子 对 藏袍 然后我这一身是典型的单巴藏族 就是家戎藏族服势 我觉得你上半身的那件衣服好看 对 它是金丝绒的 它显身材 很有质感 对 黑丝绒 它这些全是手工 这个衣服其实平时女生在生活当中穿 其实也是可以的 可以的 只是可能头饰不用戴 头饰太隆重了 太隆重了 我很喜欢你的名字 华尔丹 我全名叫拉巴华尔丹 我很喜欢你的名字 在藏语里面这叫什么意思 拉巴是星期五出生的意思 然后华尔丹的话就是那种阳光 然后帅气 对 很好听 你的名字叫什么意思 乞麦拉姆 乞麦拉姆 就是那个长命百岁的仙女 因为拉姆在那边是仙女 你们藏族人的名字都不这么美好 那怎么取呢 都名字不都差不多 对啊 你在大街上叫拉姆 然后可能有好多人会回头 就好多人会回头 一百个仙女 一百个仙女 说说吧 你感谢她啥 说起来我是一个做姐姐的 但实际上可能性格上有太多太多的劣势 从小被我坑到大 先把刚才那个事说完 那是意见 当时我开餐厅大概是三年以前 然后完全没有任何的经验 在招聘的时候 我性格是属于那种直爽的 就我看着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够直接够直率 我喜欢 我一般就会马上就信任 然后马上就会用她 然后我弟弟当时说过的 他说这个男孩子 他说他有听别人说过酒品不怎么样 我说没事 我说我能管着 因为我可能当姐姐当官了 觉得就是一帮小孩 我都觉得我应该照得住他们 照得住 应该能够管得住 但是那一下 确实把我的自信心给冲破了 因为那天晚上实际上是团建给喝大了 然后呢没有想到就是酒品 真的是能够凸显人品吧 那一刹那她就因为一点点的口误 不是大的矛盾 把一个重庆一个很柔弱的一个女孩 我第一次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就是在对一个女孩施暴有这么恐怖 就砸下去 当场 所以那一刻其实我 你在干什么 当发生了那件事情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 呆若木鸡 你没有处理方法吗 我腿都是软的那天晚上 你看你你也就看上去厉害 是第一次觉得弟弟其实比我要冷静很多 好这是第一件事 你惹的祸 还有吗 太多了 数不胜数 就说开餐厅吧 这个餐厅呢 确实是我头脑一热 完全冲着我自己的这种理想性去做的 因为得到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认为我可以去做我们自己藏文化的东西 然后把家乡的东西带到重庆来 我当时义无反顾 我认为我怎么都得做它 就想的没想就进去了 没有想到这个餐饮的这种隔行如隔山 因为没有接触过 但是呢我又觉得我自己能搞定 所以在前期谈业务 谈这种合作的时候 我都是我出头 我说我去谈 我自己认为我很能够去跟别人谈合作 比如说我们谈一个啤酒 然后谈的价格 别人就在酒桌上跟我说 哎怎么怎么的我给你什么价格 我当时也没想都没想 我觉得这个人很很豪爽值得交往 我当时在酒桌上就拍了板 我就跟弟弟说救救他 救我卖他的啤酒 结果弟弟当时拉的没拉住我 后来进了货 然后一直到后面卖掉 他跟我说那个价格实际上 其实坑了特别多 然后我姐也属于那种根子 但是有点哈 就那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俩喝个酒 哎兄弟 什么什么 然后两个人就是有一点共同话题 他觉得哎这个人好爽 结果哎 喝一顿酒拍板定了就这个 结果下来之后 我去调查嘛 我去联系别的一些供应商去查 发现确实他们进货价会高很多 这种事儿其实都算小事儿 有我的很多决策 在很多程度上 就我们餐厅活到现在 还是我自己觉得挺万幸的 因为有华尔丹嘛 所以你听这么一下来的话 就他的性格是完全不适合做生意 但他可以做他们家店里的活招牌 因为他热情洋溢嘛 很有民族特点 是吧 招牌 他不适合经营的不会经营 没有图老师 我连做这种 活招牌其实都挺失败的 为什么 因为我是对一个就是做这个事儿 我是投入了我百分之百的热情 我是觉得我此生我就想把它做好 因为一直我都是在外面做外企啊什么的 我一直对家乡是有自己的那种就是执念 我很喜欢我自己家乡的文化 所以但是呢 一开始像包间一些客人 来的客人 我就很想去留住他 我想跟他有好的印象 每一个包间 我每天都要进去给他们唱歌 敬酒 陪他们喝酒 就我自己 其实酒量我自己认为还挺好的 结果 哎 现在想起来我真的闹了很多笑话 而且我的那个酒量是断牙式断片 就我自己断片了 我不知道的 而且我断片不是像别人一样睡着了或者倒了 我特别嗨 然后呢 不知道 我行为其实已经失控了 你嗨成啥样 你干嘛了你 就比如说有一次当时每一桌我都去敬酒 然后敬酒 然后把啤酒让服务员上 我说我请 全部送 哎 就去时 然后完了以后要跟着客人 还要去二场 我要跟他去二场 他把我绑在那个吧台里 我不知道 我第二天跟我说 我把他的头发给他都烤烂了 我说我要去二场 打了我好久 真正想要去体会美食的人 有些人是不希望被打扰 对 这是第一 第二 第二 如果老板热情 其实也是一种魅力 但要适可而止 对 因为你不适可而止的话 你的热情就不值钱了 你知道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你作为弟弟 其实你看着是有点心疼的了 对吧 没有必要为了一门生意这样 对 因为图老师确实说到这个地步 我有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热情 当他变成了客人觉得你会要去获得他的喜欢 而这么拼命的去讨好的时候呢 他的行为就变得有些时候在行为上的过渡 我经常会喝到后面就躲他们躲到那个吧台里 有时候吧 我觉得我其实是骨子里挺骄傲一个人 结果开个餐地怎么开成 这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图个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除了弟弟对我的保护以外 我也有非常深刻的反省 不是你知道你这样 其实真正伤心的不是你 你知道弟弟在旁边看了有多伤心吗 你懂我意思吧 就我姐姐 是吧 为什么要那样去讨好客人 而你呢 其实说白了 他的热情有的时候确实缺乏度 他是一个一嗨就好嗨的人 你是这样的人吗 一嗨就好嗨 然后平时看上去有点高冷 是这样的人吗 完全正确 是这样的啊 就有的时候聚人欲气 因为我也是这样的 但我不是高冷 我是低冷 你们俩差不多六岁 现在看来是弟弟更靠谱 那在少年的时候成长的过程当中 谁更优秀啊 也说不上优秀吧 我是一个从小到大 我一直是学习成绩很好 然后呢也是别人家的孩子 父母很骄傲 因为我们家是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那个藏族家庭 爸爸呢也是体制内的一个公务员 对于藏族的女孩子 我们家庭里一直都是各种行为的要求和束缚 因为藏族女孩比如说穿着打扮 包括梳头发发式吃饭的规矩 我们都很多很多 就你父亲管你管的非常严是吧 对非常严啊 就是我的头发我从小到大 他只能扎一个马尾 然后他会用磨丝 一根都不能就是掉出来 非常严谨 只能穿校服 然后跟同学去玩 有男生也不可以 所以包括考试成绩 包括所有的那个都得按着他所有的要求来 一直以来可能内心 其实是一直挺叛逆的 有反抗吗 按着反抗就是属于那种 暗暗的反抗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 所以我在读书的时候呢 才初中我就对自己的人生特别有想法 那个时候我们那边的那些民族学校嘛 那些小孩的性格都很野 然后读书 我是一个其实成绩挺好的 然后我就对比着我们班上最好的那种同学 去跟他较劲 后来这个女生她转到了成都的双流中学 然后那一天我回去就跟父亲说了 我说我要转校我要去外面读书 然后我父亲很惊讶 他说你要转哪儿去 我说我要去双流中学 那那个时候我连双流是哪儿 是什么一个地方我都不知道 但就是那样一句话 后来我爸他说你想好了没有 我说我要更好的环境 就花了我后来才知道我爸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求人的功夫 然后因为那个事也是一个对口 对我们那对口原葬的一个学校 我就被送到了成都的双中去读 那你那个时候到底是一个自负的你 还是一个叛逆的你 我觉得可能都有 你挨过你爸的打没 不光是有被打 然后比如说回家晚了 我们家住那个康定嘛 就是挨着那种山 回家超过了五分钟 一晚上把我关在门外 不过让我进来 删过你耳光吗 删过 那有这些女儿是被删耳光 这个不常见 而且还是当着同学的面 为什么什么事 因为我不是说我从小到大 我的穿衣着装 发型都是跟着我爸来的吗 然后初中去了 第一学期去了 我就做了一件特别叛逆的事 我就出去把我的头发 一起长发全部剪得很短 那是我可能到活到现在唯一的一次短发 然后去染了一个黄毛 那个时候就感觉到了自由 就住校 就跟着我们班成绩最差的这个女生 会翻出校门 然后呢 我会去那种KTV 那个时候就唱歌唱通宵这样 然后第二天又翻回学校 被班主任抓住了 然后给我爸打了电话 我爸从高原联谊开车出来 我们当时我们班上还在学校 在那上体育课 其实我爸那个时候可能他很强势 但完全不顾及一个女生的尊严吧 当着全班的面 就删了我耳光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他会觉得 他花了很多的心思把我弄出来 结果我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叛逆的 有点过分了一点 你现在为止掌握好了跟你父亲这种人的处理方式吗 经常会因为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生意上包括很多上我们会非常强硬的去产生冲突 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掌握到跟父亲的关系处理方式 是的 你呢你对于父亲的眼力有反感吗 从我差不多机师就上小学开始 然后我和父亲不在一个地方 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县城工作 然后我小时候是和我妈在一起 一起长大 然后我姐呢又在成都那边读书 就比较散 可能一年的话就是我父亲开会啊 那些回来的时候可能接触 平时接触不多 但我只记得他回来的时候就会特别紧张 就生怕自己什么做的不好 会被批评 那成绩谁更好 肯定我姐 因为我们俩从小小学读的一个学校 然后他的班主任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 然后把他带完又从一年级带 刚好带到我 然后整整六年对我说最多一句话 我说带 你看你阿杰学我一哈嘛 就这样一句话 你们那说的也是穿话 对对对 康定是四川话 四川的 那么按照事件的推演的话 那你这种人应该是赶紧考 考得越远越好大学 不是 当时初中转出来了 高中我的英语特别的好 然后呢 到了高二我确实 我自己觉得我的那个英语好到 就学校都挺出名的 我觉得那我应该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所以在高二那年我自己决定了 我自己跟自己决定 我说我要去留学 然后我家里甚至都不知道 就我平时跟他们的交流也很少 他们甚至不知道我的英语很好 然后呢 我高二我就在数学课 我都会把数学其他学课全部放弃 然后我自己学新概念 自己也专业那个托福的教材 然后高二的时候我就自己凑了一千块 在川大去报的那个托福考试 嗯 我就自己逃课 我跟老师请假 我说我去考托福 在川大 在那个大家都是成人在那考试 我自己进去考 结果七百多分 大概考了快七百分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成才了 我要去留学了 这一系列的事都是我自己做的 然后呢我就跟父母就打了个电话 我跟我妈说 你们就不要担心我了 我就高考 我就我不选择高考这条路了 我决定要去留学 我妈当时他们 你想嘛在山区坐着 然后也对我没有了解 他们可能觉得我疯了 就是那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对我来说 好像是很近的一个计划 结果那个时候跟家里也是闹的 我都不知道去沟通 或者真的去了解一下出国的一些资讯 就这么闹僵了 然后回过头来 我在学校哭了一个星期 因为我数学没学啊 高二一年 我觉得我高考也走不了 我觉得我可能这生就完了 结果还是我爸 然后那个想了很多办法 然后让我恶补了一年的数学 就才考上了川外 后来他说你既然喜欢英语 你就读四大外语学校吧 我就到重庆来了 你以你姐姐为傲吗 嗯 这个好勉强 我觉得因为 从小哈 从我小学阶段开始 我的班主任给我说过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向你姐姐学习 包括就是我的家里面的亲戚也好 三姑六婆 哥哥姐姐 都觉得 哎呀 男不好优秀啊 活得你一定要想男们学习哦 好嘞你娘 好嘞叔叔 基本都是这样的 就一直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中吧 然后长大 然后到了 我也是到初中 那按照这样的过去的话 你应该很讨厌你姐姐 因为老是 成为你的一个学习的榜样 老是谈论的都是她 你好像是她的影子 但是她照顾我呀 而实际上你们俩的关系好不好 因为从小就是 虽然她小时候会捉弄我 然后会一些就是给我穿下裙子呀 给我画下装啊之类的 但是她对我特别好 就永远有次都会给我第一口 然后买东西会照顾我 然后到我初中读书 然后她去读大学了 她自己就是兼职挣的钱 她也会到到我学校来看我 带我出去吃 然后给我买衣服 但是从小关系就特别好 就我也觉得就是别人说的话 我就反而不会觉得就是 我会活在她的影子下 因为你的性格不是那种喜欢争的性格 我从小到大我是长姐如母 我真的是一个就母性特别泛滥 而且喜欢保护她的人 她以前小学幼儿园每年都要去跳舞 我像一个家长一样 她所有的表演我都要去守着她 看她跳舞啊 然后我会非常骄傲 比如说父母上班去 我是永远背着她 就到哪我都会背着她 去给我父母送伞 她在外面受一点点欺负 我都要替她出头 哪怕是被别人骂得 狗血淋头地回来 她是一个从小就很谦让人的人 就是属于我 我可能也是 因为我从小到大保固 小时候你那次被一个邻居的小孩欺负 她晚上出去玩了回来 满脸鲜血 到现在这儿都有一个印子 那个时候回来了 然后很吓人的 血全部流 一个洞在这儿 然后她说她自己摔的 我后来我问了她 我说不可能 结果她说她是我们邻居 一个叫扎西的小孩 用那个棒子飞过来给她 扎在这儿 一两厘米一身 满脸鲜血 后来给她买了一包牛板鲜 然后跟她说你回去了别告状 你又说你自己摔的 她把我收买了 她就收买了 后来我是冲到别人家里去 我很小 我是一个小孩 但我知道这样的事情 不可以发生 所以从小到大 我的性格可能就是 可能作为一个姐姐吧 我一直认为她是我要保护的人 这是经过了可能 尤其是在创业阶段过来 我第一次就是 发自内心地觉得她像 她其实远超于我的成熟 因为我确实 我自己的性格确实太 可能跟我父亲是如出一辙 你毕业之后还跟你父亲吵吗 你可以自己找工作了呀 我们一直在这种矛盾之中 但是她一直可能也确实让她挺失望 别人可能那些女孩子都很听话 出来读了书 嗯 回去考公务员 是我们那边 藏着小孩觉得最稳妥的一个事儿 然后呢 考了公务员 然后最多可能调到成都 就生活的特别平稳吧 但我是觉得在外面的世界 大城市挺好的 我不想回去 所以 杨凤因为 她让我考公务员 我说一边在备考 但实际上我已经找到了工作 在那个重庆市规划展览馆 做中英文讲解 然后呢 工资特别少 那个时候不到两千 自己租了一个特别破旧的那种民房 然后父亲来看我 我跟他谎称 我说是四五千块钱的那个工资 我爸还跑到规划馆 专门去找领导 问你们这儿是不是政府的那个项目 有没有这个编制 他觉得比较的放心 然后我才得以留在重庆的 他们两个都是属于那种 就是性格在表面上特别强势 然后不善于去表达 但是心里面呢 又是在乎彼此 因为当时我姐在这边开始上班了嘛 我嫁去我来重庆找他 他一直给家里面说的 他在重庆这边找到一个工作 工作很好 然后有四五千 然后反正生活过得挺安逸 比回去好 然后我爸知道我要来 提前给我打电话 说了很久 让我问一下 让我去当他的间谍 去看一下我姐到底过得怎么样 有没有哪不好 千万让我一定看 结果我去了之后 好远 还坐着沙瓶吧 那个好老的一个居民 那个坡窝上 那个门都是那种 感觉琐事琐上了 我一掌 他就会倒的那种门 然后在楼下吃碗面 因为我喜欢吃面 然后重庆小面比较出名 他们那个下面有个路摊 他吃面都是那种 就像影视剧里面那种 出现的桥段 就他自己舍不得加肉加蛋 他顶天吃一两遍 然后给我把肉加上蛋加上 半夜起来 他悄悄在那个他卧室里面煮泡面吃 所以回去我给我 我也给我爹说了 我知道他也是怕我爹担心 你如实汇报嘛 对 然后汇报汇报完 第二天第三天我爸就跑了跑了跑 就从前来了 就去找他的领导 去看他的工作情况等等 就这样的 他们相处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父亲 对的 你应该不像你爹吧 不是我感觉我比较憨 其实表面上憨的人 其实有的时候在有些事情上面 特别固执 其实他看着好像很难改变 其实有的时候 其实你要改变他很好 他吃软的嘛 他不是硬的嘛 是吧 甜言蜜语就行 那个我一般来说 就很小很小的一个事都可以 就把我打动的一塌糊涂 就别人比如说 带我去看一个中医 就说一句 这个女孩长期在外面 就离家远不知道照顾自己 医生你给他好好看看 就这样一句话 我就可以决定跟他在一块 你现在结婚了吗 结婚了我小孩都快六岁了 先生是比我大十三岁 有过两段婚姻 你这段婚姻你父亲是反对的吗 他其实可能会觉得我的判断不够 然后呢觉得很委屈嘛 然后派我妈来 说我不分手 他就不会 他让我妈别回去 没用的 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 还是接了嘛 接了之后 怎样 也说不上完全的失败 但是可能确实 日子过得好不好嘛 当爹子不就关心这个吗 很多矛盾 我最害怕的就这种 有人说你的女儿将来 肯定不会碰上渣男 有你这么一个情感专家的父亲 我说没用 不听有啥用啊 对不对 那在这段婚姻当中你起到了什么作用 就是你冷眼旁观 你是觉得自己的父亲更对呢 还是觉得自己的姐姐坚持自己更对呢 你支持谁呢 反正我基本重要的是我姐做什么决定 我觉得我都不会支持 那你就是不支持你父亲咯 差不多 反正我就会 也不说明面上就去反对我爹 只是比如说我会在他们中间 都会想说好话 比如说我来来到重庆 然后我见到了就是 姐夫的时候 然后我会去很留意她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她去吃饭的时候 会一些小动作比较体贴 嗯 给我姐拉一下凳子之类的 然后我就会把这些东西全记下来她的好 然后就会回去给我爸妈说 就从侧面嘛 这叫什么柔式的一个 那你觉得你姐幸福吗 我觉得参半 那就有问题嘛 她这样回答就有问题 但是其实我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重点的是父亲 父亲是不可以允许自己的女儿有一点点不幸福 但是说白了 从头到尾说到现在为止 强势的父亲 其实每一次都是以妥协而告终 是吧 这次也不例外 反对归反对 但是父亲对这段婚姻做了什么 他们已经结了嘛 嗯 然后我爸就担心我姐过得不好 然后会被什么 甚至是什么 每天开不开心啊 吃不吃得饱呀 嗯 然后我们家里面不是老家有很多特产嘛 然后时不时有些连夜让我开车 从从康定 拉了一个100多斤的毛流腿 嗯 一个整的腿送到我姐家里面来 家里面冰柜又冻不下 那个是一个100多斤的一个毛流腿 然后那个我们连夜就分那个腿呀 必须要搁呀 然后找朋友亲朋好友 家里面有没有冰柜帮我们放一下呀 因为他不放会坏 然后以地的血水 他不会表达自己表达 他更多他会通过我呀 去关心啊 随时向我打探情况这种 嗯 今天是来感谢弟弟啊 父亲的话题好像说的更多了一点点 但我始终认为呢 其实这个家庭生活是一种非常巧妙 一个强势的父亲 在中间就会出现一个性格相对中庸的弟弟 他是一个相对于温和的 没有你那么锋芒 但是他其实心里把你放的很重 他这一点继承了他爹 就好像他生下来就是为你解决麻烦的 是吧 他在我们餐厅 店长经理 服务员 调酒师 你还会调酒啊 调酒 咖啡都会 就是弟弟 再调酒 你看 这男人呢 还是在做事的时候最帅 因为 我当时来 我没有团队 就这个一街 我自己积蓄一头 没有人 但我知道这个是我父亲私底下跟他建议的 他说让弟弟辞职过去 就你们一块干 一个人真的 他在重庆没有一个朋友 住在办公室 然后在旁边 没日没夜的 把这个餐厅给我撑了起来 参加这个节目 每一个事都让我产生了这种反省和 我觉得我真的 一直以来我 当他的姐姐 可能我自己认为我照着他 实际上我的幼稚 一直是他在保护着我 然后三年来到餐厅 他没有休息过一天 休息过一次 回了成都一次 每一天 早上到晚上 他要去工作 管理餐厅 培训 招聘 调酒 然后晚上还要唱歌 进包间给客人献哈达 全是他 然后整个的餐厅 可能因为有他 我才能够真的放心的 把这个事业继续做下去 所以在此 我是真心实意的 我觉得我感谢他 也希望他一直在我的身边 不可能的 人家赵老婆的 好吧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三位老师 她们的解读 拉姆的成长过程当中 也有着很多的女孩子 共同的一个面对的问题 那就是在一个太爱女儿的父母的面前 这个孩子或许是不被真正的看见的 其实在拉姆的身上有才华 有聪慧 有美貌 有努力 有勤奋 有勇敢 有很多的东西 但是 因为爸爸太爱你了 他的内心当中是有一个模板的 你是什么样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要让我的女儿成为什么样子 虽然那个样子也很美好 也很优秀 但是这个时候 就是你成为了一个优秀的拉姆 但你不是你自己 所以当一旦有机会的时候 拉姆就特别的想要成为你自己 想要的那个拉姆 那个仙女 因为太想着急 赶紧要成为这个状态 就会有一些急功近利 甚至会有一些用力过度 所幸有弟弟这样的一个慢慢的稳稳的守护者 特别美好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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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姆其实你自己知道自己的一些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不用太着急 慢慢的来 有这么一个弟弟一直陪在你身边 心里应该特别踏实 是的 有这样的一个父亲 其实你现在长大了三十多岁了 你也当妈妈了 其实你能够体会父亲对你的这种爱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过多的去防备 或者以对抗的方式去找到对方的那个爱 别太紧 放松一点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其实特别羡慕 你们这样有个弟弟的这种感觉 特别好 特别温暖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老师 拉姆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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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有什么话对弟弟说 来 谢谢你来了 感谢你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梦想 也创造我们俩未来更多的梦想 但是除了事业 我希望你有自己的幸福 赶快找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我还不急 等我帮你把事业搞定再说 你咋哭了呢 你咋哭了呢 唉 我怨了 反正 反正 我永远都在 史老师那句话我特别喜欢 他说世间最强大的力量是宽厚 是内心的宽厚 而心中宽厚的人 心中保有爱的人 其实时时刻刻他内心都是饱满的 他不是恐虚的 对于他们来说 貌似没有很高的追求 没有很远大的理想 但他这种宽厚 在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保有力量 我们来看看他送给弟弟的礼物是什么 他 他 给你 不是给你的 是给你未来女朋友的 这 这到底是什么 这个是昌都俱选的一个首诗 我真心希望他 别别老是只有工作 好 不多说了 来有什么话跟你那个 斗争了一辈子的爹想说的 因为我称呼我父亲叫老段啊 我在很多次跟你的对抗之中 我很难去想象我对你造成那种伤害 所以在此除了感谢我更加的想告诉你 我真的很抱歉 我希望我能够变得更加柔和 然后更好的去爱你 谢谢你老段 好 接下来 就让我们在姐弟俩的再歌再舞当中 结束今天的节目 好 来有请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